通气犯抢座位意外双双路网 有两名男子在台北市中正区的连锁速食店 为了抢位子爆发争执 而民众目击 其中一个人甚至疑似是拿雨伞攻击 警方赶到现场一查才发现 他们两个人竟然都是通气犯 这下子是通通遭到逮捕归案 我的东西还给我 我的东西拿过来 这我的东西啊 连锁速食店内民众用餐到一半 突然两名男子爆发了争执 其中一名黑衣男子想要走 结果被拦了下来 你为什么拿我的包包啊 他拿我的包包不放 拿我的包包 拿我的包包 年纪较大的阿贝 请店员主持公道帮忙报案 因为他的包包被抢走 黑衣男子还不愿意还他 他把我的包包拿走啊 冲突8号上午发生在北市中正区 连锁速食店距离派出所不到50公尺 目击民众发文说中年男子一度拿雨伞攻击阿贝 让他联想到了症结案件 而警方到场后发现室友蹊跷 年纪大的柯姓男子被认出 是先前犯下超伤棄案的同气犯 另一名包姓男子虽然不配合 但被指纹以及人眼系统辨识出来 也是性骚扰同气犯 这下都被逮捕归案 通气犯抢位置 想到身份曝光 犯案地点还是在派出所的斜对面 太过大胆跟张扬 也让警方逮捕两人 不费摧毁之力 记者先上张士奎台北报道